徒手窃钢管 拇指和钢筋 意念盖房子 这些超能者一个个身怀绝技 地位却处在社会最底层 为了维持温饱 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超能力 去干一些普通人派发的 苦力搬砖活计 勉勉强抢混口饭吃 为什么这些超能者 会沦落到如此田地呢 原本在这座城市刚刚建造之时 超能者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人才 他们用自己的超能力 援助制造业和建筑业 城市的快速发展离不开 他们的无私付出 然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了他们 再加上超能者自身存在的安全隐患 超能力人群开始受到 普通人的歧视和排挤 与此同时 一种以超能者脊椎叶 为原料的新型制换剂出现 更是让超能者受到了 警方的全天候监控 为了更好地掌控超能者 官方宣布所有的变种人 想要工作就必须要持正上岗 这天 二级控电者康纳 如同以往一样来到雇主家打工 因为迟到一分钟 又被老板扣掉了半天的工资 康纳虽然很不服气 但还是忍住了怒火 因为家中母亲身患重病 她还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没多久 一架无人机盘旋到屋顶上空 警察也紧随其后 要求检查这些超能者的打工许可证 就在他们被逐个监测时 无人机发现这排工人中 藏着一名在逃通鸡犯 随后逃犯表面上服从贝卜 但就在被押进车子前 他却突然手掌灯火偷袭了警察 接着就打算往远处逃跑 就在这时 无人机上降下两名机器人 举起机关枪就将犯人当场击毙 经过这一出 康纳今天的工作又泡汤了 第二天 为了找新的工作 康纳来到路边 和其他超能者一起等活来 一个非法组织的小头目 大山 恰好需要一个二级控电人 本来康纳不想烫着汤浑水 但经不住一天二百的工资诱火 纠结一番后还是上了车 晚上一行人来到一家化学工厂墙外 大山要康纳用超能力短路眼前的电网 只见康纳抓住电网 大喊一声后 这十万伏特的电网 瞬间就被烧坏了 一边的大山感觉不一般 这控电能力 应该远远超过二级啊 接着另一个手下直接握住铁锁 最后终于顺利的带走了 他们想要的化学制品 这种简单粗暴的赚钱方式 让康纳有点心动 很快大山再次找到康纳 可让康纳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工作竟然是抢银行 假如事情顺利 他们每人都能分到两万块 为了给母亲赚医药费 康纳加入了这次行动 但以她目前的控电水平 还达不到大山的要求 于是大山对康纳开始了紧急培训 男人手拿灯泡使劲放电 但灯泡亮了几秒后 就瞬间烧黑 康纳其实有强大的控电能力 可还没有学会很好的掌控 今天大山打算给她找个 免费的补习班 训练超能者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实战了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让康纳知道如何见招拆招 经过几天的集训 康纳不仅能控制十几个灯泡同时发光 还可以集中精神 释放一次能量强大的电磁脉冲波 大招炼成后 几人准备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们按原计划杀进银行 瞬间就干掉了所有安保 康纳来到保险库门前 释放了一次大招 直接短路了银行的警戒系统 可当他们进去后 全都傻眼了 保险库里只剩下五万块 原来就在他们抢劫前 所有现金刚被上面清空 没办法 大山只能自认倒霉 他们收好装备刚打算逃走 就有一架无人机赶到了现场 危机关头 康纳再次释放电磁脉冲 直接故障了要放下来的机器人 回到老巢后 大山质问组织头领提供了错误消息 让他们险些丧命 就在这时 一个光头女人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连开竖枪 幸好头领边上有保镖体打开的枪子 康纳见状打掉光头女武器 交战中不慎被划伤了手臂 最终女杀手被制服 简单包扎了伤口后 康纳在酒吧里闲逛 她看见了头领的秘书 而她的超能力竟然是治愈 对方只是加热了一下她的伤口 刚刚还流血的伤口就愈合了 见此情形 康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隔天回到家里 母亲已经知道了 这些天康纳做的事情 争执中 母亲晕倒在地 来到医院后 医生告诉康纳 母亲的病情已经快速恶化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正当康纳焦头烂额时 警察老韩找到了她 把她带回了警局 最近发生的案子 都有高级控电者参与 康纳成为了首要嫌疑人 但面对老韩的质问 康纳非常淡定不慌不忙 拿不出证据 他们也没有办法关押康纳 母亲的病已经不能再等了 于是康纳找上头领合作 声称可以帮对方抢回 被警察扣住的那批 价值一千万的货品 但条件是 事成之后她要带走头领的秘书 就在这次大山野出生了 虽然头领对她有收养之恩 可这么多年的拼死卖命 她觉得自己已经人之意尽了 提出到手的货物要对半分 合作达成后 大山开车堵在 警方运送货品的必经之路 女人把手指加热到一千度 直接把车门融穿一个大窟窿 接着塞入一颗催泪弹 很快车里的警员受不了这种苦 打开车门逃了出来 机器人发现后正打算开枪 康纳一个大招 直接短路了所有人工智能 随后女人融化手铐 顺利拿到了货品 眼看一切行动就要成功 光头人却突然开火 一枪射中了女人 然后头领的手下开始一顿门走 打得大山和康纳不敢开枪 看来答应合作只是头领的防御之间 等货物到手后 就打算了结他们 与此同时 警方的无人机感到 降下人工智能机器人后 他们一枪就打爆了小弟的头 虽然这次成功躲避了追捕 但康纳还是打算再行动一次 她主动找到老韩 向对方透露了组织头领的所在地 康纳希望警方能与她合作 将这个邪恶团伙斩草出根 而她只需要得到头领的秘书 来治愈母亲的疾病 很快警方根据康纳的情报 将98围的密不透风 有了机器人的帮助 普通小罗罗立马就被消灭干净 可头领还是从另一边逃走了 大山见状追了上次 对准头领就是一枪 但头领身边的光头 是五级大力士 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连手枪子弹也可以抵挡 就在康纳快被掐死时 大山给光头来了一钢针 这才脱离险境 随后大山直接咔嚓了头领的脖子 为自己的手下报仇血恨 康纳则找到拥有治愈能力的秘书 请她帮忙治好自己的母亲 不想 对方撸起袖子 露出了一道伤疤 原来女人的超能力 不是治愈而是转移 最终康纳还是不忍心 用无辜治人的性命 换取母亲的健康 母亲在她的陪伴下 终归离开了人世 而她也选择了投案自首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这部上映于2019年的电影 原本只是一个小短片 在之前小编也解说过一次短片 其实两者相较 电影的故事情节还是略显单薄 而且超能者的能力 似乎有点弱了些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值得一看 因为在以往的设定中 超能力都是高高在上的 处于社会底层的超能者 还是比较少见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八级警报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